康熙皇帝是个特别能生娃的人 光儿子就生了三十五个 不过让康熙皇帝头大的是 三十五个儿子里有九个儿子都不是省油的灯 为了争夺皇位 他们掀起了一场血腥的夺敌风暴 最是无情帝王家 为了皇位谁都杀 在清朝皇子又被称为阿哥 在这九位皇子中 除了三阿哥没有太大的存在感之外 其他八位可分为三大阵营 分别是太子党 四阿哥党和八阿哥党 太子党的成员只有太子 太子在兄弟中排行老二 所以他是二阿哥 四阿哥党的扛霸子是四阿哥 成员有十四阿哥 八阿哥党的扛霸子是八阿哥 成员还有大阿哥 九阿哥 十阿哥和十四阿哥 胜负未定 你我皆有可能 事实上皇位本来是二阿哥的囊中之物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二阿哥拥有高配的人生 他妈是康熙皇帝的第一任皇后 并且还是康熙皇帝最宠心的老婆 她也是康熙皇帝最宠心的皇子 康熙皇帝为了她 一改大清王朝以往不利储君的惯例 奉她做了太子 也使她成为大清王朝 唯一一位被公开策立的太子 老配人生 谁与争锋 但谁能想到 二阿哥却是那种 怎么捧都捧不红的人 他做人不走心 还时常干一些越位的事 搞得康熙皇帝很没有安全感 后来康熙皇帝忍痛 把他给废了 主叔的鸭子让他给废了 大哥见二阿哥被废 便惦记上了太子之位 不过大哥的一言一行 都证明他不怎么聪明 就拿二阿哥被废这件事来说吧 二阿哥虽然被废了 但仍然是他爸爸的心头肉 这点啊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但大哥却对他爸说 如果你怕杀老二脏了你的手 我可以代劳 康熙皇帝听后差点气死 康熙皇帝看出大哥的意图之后 明确告诉天下人 大哥没资格做太子 癞蛤蟆吞月亮 痴心妄想 大哥见自己没有做太子的命 又转而为八阿哥疯狂打空 但可笑的是 大哥是个猪队友 他的智商只允许他帮倒忙 有一次他对他爸说 算命先生说八阿哥长得帅 有帝王像 他爸听后 还以为八阿哥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做皇帝了 立刻把八阿哥叫来 训斥一顿 你是敌人派来的卧底吗 虽然二阿哥烂尼扶不上墙 但康熙皇帝仍然对他不抛弃不放弃 还想让他付出继续做太子 为了试探大臣们的态度 康熙皇帝谎称要从众多儿子中还选一位太子 结果大臣们一致支持八阿哥 康熙皇帝认为八阿哥有结党之嫌 就把他关了禁闭 最后康熙皇帝还是强行让二阿哥重新做了太子 不过二阿哥确实比较二 仍屡将不改 好了伤疤 忘了疼 康熙皇帝恨绝望 又把二阿哥给废了 这一下二阿哥算是彻底被淘汰了 此举引起极度舒适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众皇子中呼声最高的八阿哥也很快被淘汰 这是为啥呢 纯属第二倍 有一次八阿哥给康熙皇帝送了两只鹰 康熙皇帝去看的时候 却发现两只鹰已经奄奄一息 康熙皇帝认为八阿哥是在诅咒他早死 甚至气得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 让我开心一下 二阿哥与八阿哥双双出局 十四阿哥却意外成了最大的黑马 十四阿哥是八阿哥党的成员 他不但有八阿哥党坐后盾 就连康熙皇帝也非常喜欢他 康熙皇帝还曾任命他为大将军王 让他率军讨伐敌国 然而就在大伙一致认为康熙皇帝会传位给十四阿哥的时候 没想到自称天下第一贤人的四阿哥却做了皇帝 他就是雍正皇帝 那么雍正皇帝是如何夺得皇位的呢 咱们下集再讲 康熙皇帝虽然文治武功都非常了得 但与唐太宗一样 也无法避免儿子们骨肉相残 九死夺得的血腥程度 在历代的夺得事件中都堪称空前绝后 他不但让康熙皇帝头疼不已 也给朝廷带来很多负面影响